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八章26到30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地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有照他们来 所照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今天的主题是效法基督的形象 是神使人得的益处 如果我们效法基督的形象 其实是神要祝福我们的管道 是神使人得到的益处 一开始二十六节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这里一开始用况且 是接着二十五节说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得到的应许 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会进入那永恒的荣耀 可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需要忍耐等候 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在一些感觉 好像凄惨 感觉悲伤 感觉低沉的环境中间 陷入一种软弱 其实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就是我们觉得孤单了 我们需要有人来陪伴了 可是看环境好像都没有一个可以理解的 然后可以知心的 然后可以陪伴的 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其实我们不孤单 在我们奔跑天路上的旅程上面 上帝已经差遣圣灵 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他说我们纵使软弱了 还是有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甚至不晓得当如何祷告了 圣灵还要亲自这里说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而且是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会软弱 但是我们不会孤单 有一种很属灵的软弱 我们称他叫以利亚情节 以利亚他好像面对 他侍奉的最高峰 然后面对巴黎的众先知 他呼求神四下天火 然后看到一个属灵很大的得胜 可是没想到接着就是 约洗别的追杀 所以以利亚要逃避 他在那个过程中间 他就陷入了一个极深的 孤单带来的软弱 他说神啊 你看我为你做这么多事 但是我放眼望去 只剩下我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了 上帝给他说 那是你自己所看到的 我在以色列当时人口不多情况 我还留下七千个 七千个未成像巴黎七夕的人 然后以利亚在逃避 躲到煽动过程中间 上帝就向他显现 然后向他说话 我们看到以利亚情节 他表面看来是很悲壮的 其实他的内心已经陷入一个 智联的光景中间 那这种情节使得他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但是这里说 纵使我们有时候觉得孤单 智联 但是我们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圣灵要亲自的 亲自的用说不出来的 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千言万语 一切都无法诉说了 可是一切也都尽在不言中 因为圣灵要亲自的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来祷告 圣灵代替了我们 使得我们在软弱中间 能够再次得到鼓励 得到医治 得到安慰 得到盼望 我们就可以恢复 我们就可以重新站立 我们可以再次的奔跑 前面天路的历程 我们也要来探索 这个圣灵亲自又说不出来的叹息 叹息替我们祷告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祷告是很有功效的 接着27节有说 圣灵替我们的祷告是 祂是建察人心的 神建察人心 而圣灵是三一之神的灵神 所以他晓得 神晓得圣灵的意识 因为圣灵是按神的旨意 来替圣徒祈求 而且透过圣灵来为我们的祷告 他说28节 我们就可以晓得 也可以经历 万事都富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这一群 已经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 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纵使我们已经软弱了 我们觉得孤单了 我们甚至觉得 落入自怜的情节了 圣灵还是要来帮助我们 那圣灵其中一个 重要的帮助方式就是 他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有人说这个圣灵叹息 为我们祷告 是方言祷告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 他这样说 他说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 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我们从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方言祷告有三个特质 第一个 他是对神说的 第二个是没人懂的 第三个却是 说奥秘 述说从神而来的奥秘 我们虽然好像肉身的耳朵 我们的理智上面 好像没有明白 可是我们的灵里面 却可以感应到感动的 灵里却相通的 而且是神的奥秘 就开启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一个方言祷告的特质 但是圣灵的叹息 显然不只是方言祷告 圣灵的叹息包含到每个层面 圣灵可以透过 仍然看起来无助的环境中间 他用奇妙的方式 就是让我们可以礼受 有时候我们也没有祷告 我们就是安静下来 可能圣灵就用神的平安 用神的持神爱索 来环绕我们 来触摸我们 来感动我们 圣灵用诸般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在软弱中间 被鼓励被扶持 然后可以重新站立起来 这是圣灵替我们祷告 甚至我们回头看以后 我们会看见28节说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接着29节到30节 我们看见一个神所拣选 就是我们这群蒙恩的儿女 在他整个信仰的里程上面 他会经历四个步骤 29节一开始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 预先所知道的 所以神所拣选的人 是被神所预知的 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产子 所以被神所预知的 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是我们按着神预定 神预定了 已经预定好了 得救本福恩也因着信 但是那个恩要先下来 所以被预定以后 30节说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我们就会蒙招了 蒙招不只是做神的儿女 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生命 是有命定和计划 然后最后 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神最终要叫我们 进入他为我们所示的荣耀 我们为此感谢他 我们一起向神祷告 谢谢天父爱我们 预知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恩典中 又预定我们要被拣选 按着你美好的时候 我们蒙招做神的儿女 如今我们享受做神儿女的荣耀 在永恒中 你还要把那更大的荣耀 散逝给我们 一切都是你在恩典中做成的 谢谢圣灵的帮助 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不孤单 可以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 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